玄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针对一个族群、一个民族的精英做定点清除,这个压力要大到什么程度会让它成为不可逆的,这个族群从此就变成费达,再也长不起来。 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族群就是看起来比较费达,那现实政治该怎么操作? 这里面有个时间表问题,具体的说就是,民族发明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你一旦发明成功以后,要杀掉它就困难得多,而台湾民族的建构时间要晚。 二二八那个时候,台湾民族建构是一个没有提向日程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清除它的政治精英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一个民族建构的过程。 而维吾尔的民族建构是1920年代完成的,在以前的三十年是随着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突厥语事件的民族建构渐持展开的。 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民族架构以后,要清除它是非常困难的。 真正的节点是在民族建构完成以前和以后的那个模糊时期,一旦完成以后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在已知的历史上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一个已经完成建构的民族,到目前为止只有被彻底驱逐出境,但没有说是在本土没有被驱逐出境,还能够镇压下去被别人民族统治的先弟。 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阐述民族呢?民族就是边界,第二就是边界以内的社会性的认同。这个社会性的认同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我主观想象的东西,我觉得认同这个好,我觉得认同那个好。 这个只有在模糊时期,在民族建构正在进行的时期,你才可以这样选择。形成建构以后,你的认同是具体的,是伴随着利益结构展开的,以至于破坏这种认同,就像是离婚和瓜分财产或者是一个公司解散一样,是要损失惨重的。 一个形成继承事实和继承利益的结构,才是民族认同的实质。这个结构的形成,像类似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形成的那种利益结构,或者是像乌拉圭在分裂的时期,跟英国和葡萄牙签付贸易线路这件事情,才是民族建构得以稳定的关键所在。 任何社会都有精英,但是精英有没有走民族建构这条路线,或者是不是必须走民族建构的路线,这是像你是不是非要结婚不可一样,是事先说不定的,是一个多因多果的现象。 如果民族建构的现象或者和共产主义联集在一起,这两者这件事其实是没有固定的联系的,那就会出现特殊的现象。 首先就是,共产主义是社会性清理,而不是政治性清理。它不是搞民族压迫,尽管它可以搞民族压迫,它要清理掉所有社会性的精英,照它的说法来说就是消灭自发的,像列宁所那样无止无刻不再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 因为小资产阶级,如果你不清理它,它自动会成长为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以这个清理过程是没完没了的。 即使是消灭了贵族和地主以后,贫下中农也会变成了自根农,也就是富农。 到苏联,富农其实是没有两个富子,是我们翻译成富农的,为了把富农化在地主这一边。 但是实际上,按照传统欧洲的阶级划分方法来说,富农是平民,而地主是比较接近于贵族,他们两个是敌对阶级。贵族是什么呢?贵族就是拥有武装的地主,像日本武士其实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所以这三者之间也是一个自发秩序的关系。自发秩序的特点就是,它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像十四岁、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一样,它是慢慢长起来的。 你只要允许它不受干扰的逐步积累财富生亡和势力的话,它早晚会长起来,因此这个隐含着产生资产阶级自发秩序的、潜在可能的农村小资产阶级也必须清理掉。 所以,社会性清理的门槛要低一些。例如,像大清国就不是很有必要去清理东途,它可以任命你为贝旨、哈密王之类的东西,用这种名义上遵从我的统治,实际上由你的王公贝勒之类的搞自治的方式,达到相安无事的效果。 而它如果有必要杀的话,杀人也是很少的。但是共产主义有必要杀的话,杀人就非常多,它的门槛是很低的,显然富翁以上的人都要杀掉。 那就是说,除了自兜不使用、没有什么固定财产的人以外,都非得杀掉不可。对于被杀者一方的话,它没有必要弃分,也没有办法弃分,你们这些外来人是来消灭我的整个社会的还是来消灭我的民主的。 这两者对它是一回事。因此,两者之间凝聚在一起的结果,所以是民族建构深入到社会的最低阶级,一般来说是作为吃瓜群众对政治问题没有明确兴趣的普通的无产阶级,也产生出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出来。 像苏联所在的乌克兰和现在的维吾尔民族出现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事情主要是深入到无产阶级的这一步的话,你要杀人就不去进一步增多了,而且可能是越来越多的。 蒋介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半列宁主义者。因为半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没有列宁主义那么强,而威权主义者的组织机构也没有列宁主义那么强,两个弱看上去就有点现象上的相似。 按照老冲血的头疼和老缺血的头疼,看上去都是头疼的那个理论,就是病因不同的两种病,但产生出一样的病症,就为莫名其妙地归在一种了。 他杀的人不多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杀人能力本来就不如共产党,这是他垮台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所以他一直在整党。到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整党很有帮助。如果他留在中国面临着贵系和其他各系的反抗的话,他是很难整得动的。 另一方面就是他面临着对手。台湾社会,其实在当时被镇压的那些人并不是民族发明家,他们本身并没有建构民族的企图,而是仅仅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日本统治之下的比较法治的环境,认为他们不会有事,然后环境突然变了以后就莫名其妙地被屠杀掉了。 而他的屠杀当然也是政治性,而是非社会性的。除了情治机构可能因为贪攻或者因为水平不高而乱杀了一些人以外,原则上来就是不参加政治的人他是不杀的。因此他清洗的门槛本来就要比共产党更高。